中国的文化博大竞争 在这个文化艺术方面 我们有山水 然后是花鸟 血液花鸟 还有一个门类就是工笔花鸟 那我这边呢 主要就是专业工笔花鸟 这个中国的工笔花鸟 最早的时候 很早很早以前 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就已经比较成熟了 然后到了宋代的时候 大家现在都知道 我们都很喜欢看宋代的那个 唯美的宋画 它的技法呢已经达到了 很成熟的景点 那么我这边呢主要就是 以它的花形 土鸟的结构等等 都是严成着这个唯美的 宋代花鸟的工笔的技法 主要是三繁九染 这个技术 也就是说三繁 三次繁水的染 来阻止这个颜色呢 要晕开 然后久染的就是一层一层 把它叠染上去 而且每一次用的这个颜色呢 要很清淡 一下子很重的话 它会破坏的这种玉米 很清淡的颜色 一层一层叠染上去以后呢 它会体现一种通透的感觉 还非常讲究它的线条的细腻等等 所以这种画呢就是不好意思 要麻烦大家等一下靠近去看 才能看到这个东里画的它的 但我觉得东里画当然是我们国内的 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山水鱼啊 写一花鸟的一个小门类 但是我觉得我乐在其中 并且呢我要坚持这个三盘九染的这个技法 虽然它很麻烦画一张画的画 要很长的时间 而且你第一层赶上去以后 你不能立刻画 这个宣纸吸水它需要时间 一般第一层赶上去 它要等一天两天 才能再闪上另外一个 所以你还要保持你的灵感在味啊 所以很难坚持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国家 这就是我们中华艺术的古董技法 所以呢我要坚持下去 谢谢大家 非常棒 非常棒 Depatience 是一个很难的美国 我看以后 沙特克他们有没有说这一点啊 就是说它这个颜色 不是一般的颜色 它就是矿色 就是矿色 所以最起码是矿产的颜色 是矿产的颜色 所以它一道一道的颜色 要是这样的 可是这些九层啊 对啊 你看得出来啊 特别是这个蝴蝶的 这个蝴蝶的这个 包括这个太湖石啊 这这太湖石你看到 苏州花园的这个太湖石 我说这个苏州花园不收藏 收藏花园 这一层跟别的那些是吧 你要知道它是有一些 一过程 一开始就没有那么美 一开始看着这样 所以就是觉得 就是自己要结论 因为你就知道到最后的结果 对啊 没有办法做 哎 好好好 王大学 好的好的 没有没有 我想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频道 离下 "! 感谢观看